2021回兰美展及2021回兰桃土地丰沛之处开幕和颁奖典礼 16号在花莲文创园区举行 由县长徐正卫亲自颁奖表扬了回兰奖 还有回兰桃入选艺术创作者 也期许艺术文化可以深入部落在花莲蓬勃发展 2021回兰美展首度打破地域和国籍的限制 扩大为国际增见 作品也突破了没材分类尺寸框架 而且不设限主题 鼓励参赛者就个人的花莲经验和观点 直接间接反映在创作当中 而2021回兰桃土地丰沛之处 借由当代桃艺桃瓷公寓设计 呈现了花莲地区因为地理环境 历史文化多元族群 当代生活等丰富多样的桃艺创作景象 回兰美奖从84年开始 来做我们县内的回兰美奖的竞赛 再到105年全国争赛 再到109年今年 变成世界来争赛 而八国129件作品 我想都是以花莲为主轴 希望艺术家能透过参赛 而认识花莲这一块土地 所以我要在这里再一次谢谢文化局 第一个让整个艺术走入了部落 走入了村里 而让艺术真的融入了生活 让生活艺术化 这个艺术生活化 而在回兰桃 更有新的创点 就是将我们的陶瓷工艺设计把它加进来 我想这是一个创新 而且让我们更可以看到 陶瓷其实有不一样的发想 还有这个多媒材 2021回兰美展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 共八国129位的艺术创作者头剑 最后是由王又廷 王玉松 林介文 蔡芝琪 蔡慧云 赖金池等六位创作者的作品脱影而出 而最终的首奖得主是王又廷的悠悠 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 我其实从酝酿发想到驻地创作 其实历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当中 就是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 包含就是志哈克艺术实验场 以及宇宙小姐 他们提供了一个很棒的一个驻地环境 那在因为我的作品跟台湾的史前 有一些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受到了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以及花林姓陶古馆的一些研究人员 他们很大的帮助 2021国际回篮陶瓷工艺设计竞赛 主题是以茶和咖啡历时的器皿设计为发想 有113件作品 初审有47件入围 而竞赛是依据作品的设计理念 使用价值造型美学 评选出金奖侯春廷 银奖张冠宇成 同奖朱曼玲等三位 还有加错十位 以及入选17件 总共有30件的作品获奖 接着讲帮演 花莲时报道